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 他真的有漂亮的女徒弟啊 比我几还漂亮 秦 听说了吗 秦老爷子率领秦家所有高层 秦登北山王家打门 向王家提亲 你们在这儿等着就行了 秦伯伯 快进来吧 小凡就在里面呢 还有东穆哥 你也快进来吧 小凡 你秦爷爷和东穆叔来了 我不是说了吗 你那孙女长得不行 陈先生 小女若能嫁给您 确实是高攀了 但这门婚约乃是您生下来前 我与众国两人就定下来的 命母也知道 什么 当年我和东穆哥是好友 王家与秦家又是世交 确实曾指父为婚过 秦老 指父为婚这种事 你别拿出来说 我陈凡岂是受这些约束的 更何况 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这个无妨 陈先生可以同时娶两个 老爷子 你这开玩笑的 小凡哪能娶两个老婆 陈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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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先生可是仙人啊 听说了吗 秦家与王家即将联姻 而且秦婴儿过去还是做小的 莫非秦家与王家准备联手对付萧家 该死的秦家 这是在羞辱我们萧家吗 还有那个王家小子 把他的身份给我查清楚 我要让他后悔出生在这世上 爷爷 你疯了 竟然要把姐姐嫁过去当小老婆 你想让我们秦家沦为阴京笑柄吗 爷爷 联姻我认了 可我居然还要做小 我真的 你们也是这样想的 唉 连东墓你也不懂 真是让我失望啊 爸 您别生气 您想给婴儿学女婿 咱们都听您的 只是 您要把婴儿嫁给王家当小老婆 并且为此得罪萧家 值得吗 嗯 你还是不懂 董墓 您认为 凭你把我今时今日的地位 还有多少人能够让我亲自去登蒙拜访 折邀行礼 这 难道 王小云的那儿子有什么来头 他姓陈 您是说 他是陈北玄 什么 陈北玄 是了是了 年纪轻轻 姓陈 地位又如此超人 除了传说中的陈六国还有谁 他就是陈北玄 我的天 他是我偶像啊 陈北玄是什么人 看他们的样子似乎是很厉害的人物 我们秦家若能得到他支持 去去萧家算什么 并是登顶华国第一大家族 都未必不可能 不错 燕儿 不要怪语言 陈北玄一人 就是当世大国 你嫁给他 哪怕坐小 你是登陵世界之巅 现在的关键是 陈北玄未必娶你啊 世界之巅 确实 好诱人 妈 秦家做的什么打算 你不会没看出来吧 我怎么会不知道 秦家是看我儿子厉害 特地送媳妇来了 但你和小琼一直没完婚 你老妈等着抱孙子呢 再拖下去 我就给你娶十个小老婆 看你怎么办 阿姨 秦家想要将女儿嫁给我 从而得到我的支持 成为燕京第一家族 取代萧家 而王家则隔岸观火 推波助澜 想借刀杀人 这些大家族 没有一个省油的灯啊 没想到 十几年之后 爸他们的性格 还是没有改变 阿 王家若一错再错下去 那我也不会再心思手软了 你去坐吧 妈一直支持你 程先生 萧璇带人拜访 请他进来吧 王家小子 我低估你了 也低估了秦家与王家的胆子 我身后这位是武斗宗师 他能把你像碾碎蚂蚁般轻易捏死 哦 是吗 现在你面前只有两条路 要么死在这里 要么滚出燕京 你自己选择 如果我不想选呢 那就死 传闻陈大师是内境巅峰的高手 是当时最年轻的华镜高手 寿年宗师啊 银煞古变 呃 什么东西 鞋招 抱歉 对不住了 那家伙好像只有元英雄呗 半个月连破三级 开挂了吧 开挂 我才不干那种丢人的事 我靠的是 抱大腿 嘿嘿嘿 小子 你要是不给钱 老子就把你扔回海里喂鲨鱼 好 陈医生 你快想想办法 会治病 开什么玩笑 我去 福哥你这是一路开挂到现在啊 双双变这么牛的啊 看我仗见都市 成就最强神王 你们竟敢加害无欺 罪不容忠 就连斗雀公的孤武巅峰高手 也做不到这种程度 若是他们无法给出一个令我满意的解释 但是 那就只能灭足了 大祭司 他真的是预言之子吗 是说这个东西吗 跟本王手上的是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本王召唤出来的 是一个废材人族啊 我老婆是魔王大人 每周五日 上午十点更新 不要错过哟 先门弟子来到都市 竟成豪门气哨 我本低调 逼我嚣张 既然如此 我便猖狂 最强气哨 我热开波 一样的热血 不一样的 崛起之路 鞋狂 剩链鲲 剩链鲲 解锁末世的九十九个女主 世人都说玄家全红武功叫世 你是说玄姬和那个叫阴姬的女子糾结了 别人 何时才能为您暴露吧 啊